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印度裔人Cunnell 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10年畢業生 他未完成大三課程 已經獲一間跨國大型銀行 拼為建習經理 是城大第一人 Cunnell說入大學之後 和港師的一次午餐 令他了解到自己的優勢和弱點 所以他玩了一個遊戲 在途中的決定 他會問你什麼會做 在這個情況下 而這遊戲的目標 是給他一個解釋 你所謂的角色你身為 他也說我當時有點不確定 我還不確定 我還不確定 我必須要發展 這也是一件事 我必須要發展 他也說自己和大部分香港學生不同 不會花大量時間準備考試 反而是定下目標 透過參與、籌劃各種活動 增值自己 當中參與國際會議 增進國際視野 就對求職幫助很大 你會遇到超級學生 那是一件事 你會聯繫 跟一些很明顯的學生 另一件事 你會學 它會開啟你的心 因為在商業學校 你不學這些事 你不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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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加坡 你不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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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 給你一個很不同的觀點 負責設計課程的 成大市場營銷學系 特任港師譚貴常就表示 他們著重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 和提供實戰機會 培訓軟實力 我的學生Conell 他很努力 我和他在夜溫吃完一頓飯 我鼓勵他 你一定要參加很多比賽 而盡量要贏出 或者不要贏出 還有機會去參與其他 和不同的地區去比賽 會更好 一個國際視野 能夠擴闊 眼光擴闊 想的事情就會不同了 當然 見過別人怎樣做 加上自己的事情之後 正如我所說 要探索 要創新 才有新的事情出現 極速上位 可能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 不過 譚貴常就補充 大學生要在職場上取得成功 最重要是先定下清晰目標 再透過訓練自己不同能力 才可以逐步達成 不可能一步登天 香港公民電視記者 聊正晚報道 香港公民電視記者